在大城市上班 每天最花時間的就是坐車上班和下班 每天起碼要花一個小時以上逼地鐵和逼巴士 但有沒有想過如果我們上班只需要15分鐘 我們每天會多多少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和享受人生呢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的這個樓盤 就是位於全英國第二大的金融城金絲長碼頭 這個樓盤的地理位置極之方便 而且還有很型格時尚的室內設計 屋苑設施都非常完備 首先就是時間了 住在Amori Tower 我只需要大概10分鐘左右就可以回到公司 每天都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 令我多了時間可以休息和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就算坐DLR都只需要5分鐘的時間 因為車站就在我家的斜對面 走過來才差不多1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已經到了全英國第二大的倫敦金融城 聚集在這裡的大多數都是金融和商業的精英 甚至已經比起倫敦的老金融城都重要多 大概有12萬人 平均的年收入至少超過137萬港幣 眾多的世界銀行和跨國公司總部都聚集在這裡 金師掌碼頭全金赤土 主要都是商業辦公室 只有極少數量的住宅 而且都是非常貴的 所以一般人都會選擇住在附近一兩個地鐵站的周圍 就例如我住的Amori Tower 性價比和租售比都非常高 家門口走去商場的距離只需要10分鐘 距離家中10分鐘就會有一個一站式的商場 最適合我們吃東西買東西 無論是英國國部級米芝蓮廚師 Gordon Ramsey的高級餐廳 還是英國的平民化小食都應有盡有 金師掌碼頭商場有94萬平方尺 足足有五層樓禁芯 商場裏面有300多間店鋪 大街都有140多間 除了有奢侈品牌 還有很多非常英倫的高貴獨立品牌 除此之外還有棒球場、流冰場、Amazon體驗店 各式各樣的吃喝玩樂都應有盡有 每年的顧客流量都達到5000萬人 就算在疫情期間都不能夠改變它的地位 Mori Tala除了地理位置極之方便之外 她很多設計都恰到好處 例如地下的私人水療中心 和16樓的Public Area 好像這樣的半開放式設計 會令到家裡更加有空間感之餘 外面的陽光亦都可以照到廚房 最適合就是三五之幾一邊煮飯一邊聊天 這裡有2.6米高的樓底 和奶白色的牆身 令到家裡感覺更加溫暖 屋內的所有家居設備和電器 都是發展商已經配好了 不用自己身身故故地選擇 而Mori Tala的單位設計非常精緻 又實用 在814平方尺裡面 已經有2間很大的睡房和2個浴室 而且一點都不覺得迫極 發展商還送了一個貫穿客廳和睡房的露台 在某程度上 將屋內的空間向外延伸 是一個非常有心思的設計 重量聯航 你的環球置業GPS 在某程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